哈喽,大家好,浪子走中国,用脚步丈量中国 我现在在美丽的北国村城,长春啊 现在我来到了长春的人民广场 这也是长春的市中心 都说东北的消费地,吃饭分量大 现在我就准备在长春的市中心吃个饭 看一看长春市中心的物价水平怎么样 前面这条街是人民大街 长春的城市主干道 中国人民银行 这些老建筑很有历史风貌 长春市我国四大园林城市之一 城市绿化环境非常的优美 长春市中心历史风貌建筑特别多 这一块应该是长春市比较繁华的一个商圈 前面这条路是西安大路 这一块的消费应该比较高吧 也没有焊到饭店餐馆 风好大呀 这个里面走一走 这个里面也是一些老的历史建筑 里面应该会有餐馆 这个里面是西安胡同 有一家四川麻辣烫 我就不吃麻辣烫老城区还是挺有生活气息的 这边是新华路 这边有真路馆 感觉有点贵 不敢进去 八圆饺子 八圆饺子 熏酱加长菜 这挺便宜的 香酥大油条 春衣 馅饼包子 关门呢 老面馆 神老头也关门了 这个里面跟外面 简直就是两个世界 外面就比较繁华了 前面是香哥里拉大酒店 这边有万达广场 这边是中信银行 这边是苏宁易购 这里也有便宜的小旅馆 这边还有一个美食城 盖饭 蛋炒饭是 露墨 芽菜炒饭 14 香腊肉丝盖饭 16 哎哟 跟我弄个 肉末 芽菜炒饭 天天吃面 换一下口味 重庆拌拌面 13 牛肉面 18 香腊肉丝炒饭 16 大家觉得这个消费高不高 有没有小菜的 有 小菜多少钱一盘 按二算3块6块9块9块9 自己打 这个是3块的 哎 对 3块这么小 嗯 太小了吧 这种就6块哈 对 搞个3块的吧 炒饭上来 一点小菜 我尝一下 放了我喜欢的辣椒 尝一下小菜 土豆丝 土豆丝 香肝 花生米 长春的市中心 炒饭14 小菜3块一共17 大家觉得这个消费怎么样 东北的消费也没有说的那么低吧 大家觉得东北的消费怎么样 可以在下方 评论 分享留言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